自治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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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大多數的自治療患者 剛發生的時候 可以使用保守治療 不需要手術 包括飲食和生活習慣的改變 以及使用口服藥 和局部塗抹的藥膏 來減輕症狀 初期時 好好控制,避免 自治療惡化 也許就不用手術喔 來自多項隨機試驗的 有力證據顯示 增加纖維的攝取量 可以改變自治療出血 和輕度脫垂的症狀 也會減緩搔癢 和疼痛 一個小小的飲食改變 就能帶給你很大的好處 雖然很多人不相信 改變飲食可以減緩症狀 但研究顯示 這的確是很有用的方式喔 你不用多花醫療費用 只要改變一下食物的成分就好了 為什麼不是看看呢 這兩者 這兩者都是產生規則 而且柔軟的糞便 所必須的 這樣可以讓患者排便時 較容易 以減輕痴症的症狀 飲食調整 可能不會馬上就出現效果 大概需要六週的時間 才能發揮效果 如果飲食無法達到 每日纖維應該有的攝取量 可以使用纖維補充劑 此外 患者應避免在馬桶上待太久 像是在廁所閱讀書籍之類的習慣 規律的運動 也能避免痴症加重 如果可以 患者應避免使用 會引起便秘或腹泻的藥物 另外 患者也應該限制攝入 含有酒精和脂肪的食物 因為容易造成便秘喔 藥物治療可以分為三個項目 第一 外用止痛藥和類固醇 第二 降靜脈壓力的藥物 第三 解精卵藥 以下 我們分別來介紹 第一 外用止痛藥和類固醇 局部使用的止痛藥膏 大多含有麻醉 消炎 症痛的效果 可以暫時緩解局部的症狀 但局部藥膏 不應該使用超過一週 以免產生不利影響 例如接觸性皮膚炎 局部使用的類固醇藥膏 可以使瘸收縮 並緩解相關的燒癢症 美股醇藥膏 每天可以擦兩次 最多不超過七天 應避免長期使用 因為肛門和周圍黏膜 可能會變薄 因此增加受傷的風險 第二 降靜脈壓力的藥物 像是植物萃取物類黃銅 和合成物 一般是口服藥物 藉由本身的抗氧化能力 降低血管 及半膜的發炎反應 並降低微血管的通透性 而促進血液循環 達到保護靜脈的作用 臨床上可以改善 慢性靜脈功能不全 症瘡、淋巴水腫和靜脈曲張 第三 解精卵藥 像是局部使用的硝酸甘油藥膏 塗抹在皮膚會產生液氧化氮 會降低肛門闊躍及精卵 提供暫時的陣痛作用 可有效控制出血、疼痛、燒癢 這類的藥膏可能會有頭痛的副作用喔 其他一般常用的消炎脂痛藥 我們就不另外介紹了 溫水作育是對急性痴瘡發作的一種局部治療方法 有嚴重痴瘡的病人 通常會有闊躍肌張力升高 在肛門周圍使用溫水作育 可以放鬆闊躍肌 降低肛門內部的壓力 因此緩解痴瘡的症狀 每天可用溫水作育二到三次 記得要用溫水 不是冷水喔 痴瘡在初期 可以使用保守治療 像是服用藥物或使用局部藥膏 保守治療可以使痴瘡變得不明顯 但無法使痴瘡完全消失不見 所以還是要好好保養 不然會有復發或惡化的可能 有傳說塗抹藥膏之後 痴瘡會消失 這在醫學上需要反覆驗證才能確定 如果痴瘡太嚴重 使用保守治療無法控制住病情 可能就要採取手術治療喔 各位還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醫學知識 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